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難得我要穿西裝 你們是 市長我們就 來來來 把握一下時間 我們就直接先問一下說 日本的此行主要的目的可以幫我們簡述一下嗎 其實日本對台來講 不管在文化 地理 社會 都蠻接近 還有一點地理位置相當接近 所以很多東西我們都可以跟日本學習 所以這次去 第一點 本來台灣跟日本在產業上就來往相當密切 那這次主要當然是台日觀光論壇 日本現在來台灣一年的觀光人數才190萬 那台灣到日本是460萬 那日本人口是台灣的5倍 所以很明顯你知道 就是說我們去日本的多很多 所以要研究一下說 如何來鼓勵日本人來談觀光 所以這也是那個 謝長廷大使特別 拜託我去幫他們支援一下 怎麼來促進這個台日的觀光交流 這第一點 本來台北市長就很多城市外交 那其實過去 只要是日本的訪問團來台灣 我幾乎都有跟他們匯見 所以這次去不管是東京都知事 或是首相的弟弟 或是自民黨的幹事長 或是這個 這個美國 日本跟美國的特使 特警克行 過去也相當有見面 有時候都見面好幾次 所以也順便到日本去 一次把這城市外交 該處理的處理完 另外喔 日本跟台灣一樣 你知道 98%能源是來自海外 那還有一點喔 他們也有台風地震 所以在這種 有台風地震 特別是他們也有福島核災事件以後 他們到底怎麼去處理他們的能源 還有在防災上怎麼準備 我想這個 有相當可以接近的地方 所以這次去日本其實是 要多重目的 就是這樣 多重目的裡面 有沒有含到總統曾經的心情 因為看核災區的相關的一些能源政策 其實是超過了市長等級的 不會啦 我跟你講 其實市長每天也是要處理這些產業問題 所以 其實慢慢我們會發現喔 能源跟產業是合在一起 其實沒有叫什麼叫能源政策 因為能源跟產業政策是合在一起 比方說啦 LED燈你知道 它可以降低能源的需要 可是可能它 整個產業會貴一點 但是它就可以達到平衡 所以慢慢的 我們台北市慢慢 我們說買service不買硬體不買軟體的概念 也就是說像我們以前說買冷氣機 現在我們開始不是 是買溫度 比方說我們就跟廠商要求說 它只要在溫度28度以下 或幾度到幾度之間 那它可以上面裝太陽板 裝遮陽板 增加這個水噴霧 或是說增加通風 其實冷氣只是其中的一個方法 所以也就是說 你知道慢慢的 能源政策跟產業政策合在一起 所以這個其實就算是台北市長也有關係 因為我們那個議員很關心的題目 那個道理學校要不要每個教室都冷氣 後來我們慢慢的就開始在思考說 我們是用買溫度的方式 而不是買冷氣的方式 來處理這個問題 市長 市長你此行有許多不公開的行程 對方可能連照片都還不太遠視出 是不是他們對你的態度其實是比較保留一點 不會啊 你說哪一個不公開的行程 其實這樣啦 外交很多事情 不需要拿到檯面上敲鑼打鼓 但跟你幾年前去日本的派度似乎不一樣 是不是對方考量到你可能是 極有可能參選總統 所以說他們必須也要謹慎小心 日本還是大國 他們這種做外交 他們在處理外交關係上有一定的SOP 市長問一下實事題 因為現在民進黨團 因為你昨天就是嚴苗對民進黨團道歉 那現在他們已經做出一個決議 就是你如果沒有道歉的話 禮拜一的報告就不會讓你去報告 其實喔 所以有時候我們求取一個公平就好了 就是說 有時候議員每天謾罵官員 都沒事 官員講一句就要道歉 那議員每天謾罵官員要不要道歉 所以這個有時候 我想是這樣啦 我們在社會上求取一個公平就可以了 所以禮拜一還是不會道歉 再講嘛 沒有啦 我跟你講齁 我看他就是這樣啦 有時候講話講了就講了 但是這樣 我相信社會上自有公平 就是說我們還是一樣 我們求取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就好 市長那個從洋出選 那你怎麼看昨天民進黨的初選 最後還是沒有接過 而且賴清德還突然衝去黨中央 唉 唉 就是齁 不然這樣啦 我想 我不是講過很多遍了嗎 我很興趣我不是民進黨的 那你覺得這個初選最後會不會被沒收呢 其實初選打到這裡來怎麼做 後遍證都很大 所以應該思考說 如果以黨的立場 應該是 如果怎麼做齁 後遍證比較少 應該這樣 市長 從洋進老金部分 他已經一度通過了 那到時候他如果三度通過 行政部門會來執行嗎 還是拒絕執行 從洋進老金這件事情 就是可以看出 台灣社會 我們雖然號稱是民主的社會 可是民主跟民粹的一線之隔 還是需要去思考 其實這樣啦 如果國民黨要變賣黨產 來發從洋進老金 那我們當然跟他說謝謝 那也不是啊 那錢還是老百姓的稅金 所以老實講 從洋進老金 錢還是從那個支出總預算來支出 那老人的福利預算就這麼多 那你要發從洋進老金 那請問你要刪掉哪一塊 那你說如果要增加 那就要找裁員 所以今天這個是這樣啦 為什麼會有經濟學 因為資源有限 所以常常是這樣啦 經濟學牽涉到生產跟分配 從洋進老金是這樣啦 台北市政府的預算就這麼多 他說一千六百億左右 那你支出你就要思考要怎麼支出 所以還是那一句話嘛 如果公民黨要變賣你們黨產 來發從洋進老金 那我當然說謝謝啊 那這不是啊 那我們就問你嘛 那個老人的福利就錢就這麼多 那如果你要發從洋進老金 那不然你們就講嘛 你要切掉哪一塊 那你說這個 舊的不能切掉要增加 那你就告訴我錢從哪裡增加 難道把公宅停掉一動嗎 還是啊 我也不曉得 所以 所以 所以這樣嘛 我現在如果發錢給你 那問你高興不高興 廢話當然很高興啊 那如果我們要發從洋進老金 那我們20到29歲 在青年節的時候 是也發個青年獎勵金 鼓勵金 所以這個是這樣啦 發錢的齁 大家都很高興啊 廢話我也知道啊 我還記得某縣市那個 加發從洋進老金 那個縣長還錢 花3千塊給那個老人 還問他說 啊你開心嗎 廢話你花3千塊我也很開心 問題是 問題是錢從哪裡來 所以不會跟他們妥協 不會跟他們妥協 不會跟他們妥協 好 我不能思議 來